女人光滑的皮肤 无缘无故变得干枯 逐渐开始褪皮 甚至大面积腐烂 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将别人的皮肤按在自己身上 没想到皮肤再次恢复健康 女主小美是名夫白茂美的大长腿 就在前一天晚上 她在酒吧嗨皮的时候 邂逅了一位玉树林峰的帅哥 两人一见钟情 一拍即合 相约回到男人的公寓共度凉宵 二人嬉戏了一晚 第二天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到床头 男人已经不见踪影 小美收拾好东西离开男人家 吐槽着男人不负责 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记忆 不记得自己兴盛名水 家住呢 在十月寒风中的街头兜兜转转 不知不觉又回到了男人家 可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掏出包里的钥匙 公寓的大门近神奇般地打开了 她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看着房间里的场景 感觉熟悉又陌生 她赶紧打电话给昨晚的男人 却发现对方是空号 又打电话给家里 结果客厅里的坐机响起 难道这里是自己家 就在小美还搞不清楚状况时 她的手上出现大量死皮 小美轻轻一撕 血肉模糊 她吓得惊慌失措 跑出家门 正好撞见了邻居家爱丽 小美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昏死过去 再次醒来 她已经回到了家中 爱丽似乎对小美非常熟悉 她说小美前不久不小心摔伤了脑袋 所以换上了件歇性失忆 既不轻东西很正常 这时 爱丽又注意到小美满是死皮的手 她将小美拥入怀中 轻声安慰道 不用担心 会好起来的 还贴心地为小美预约了一声 经过这件事 二人越走越近 形同闺蜜 晚上相约在爱丽家喝酒 结果在碰杯时 小美用力过猛 爱丽的杯子直接碎裂 脚背碎玻璃划伤 趁着爱丽去处理伤口 小美看到了地上碎玻璃上的一块脚皮 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 女人竟然捡起地上的脚皮 贴在手指上 没想到原本脱皮的肌肤 瞬间变得光滑 小美意识到 只要将健康的皮肤贴在自己的死皮上 就可以再次拥有光滑的肌肤 可是第二天 小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原本是一小根手指褪皮 现在已经蔓延到整个手掌 她赶紧用绷带将手包扎好 赶到之前预约好的医院 专家告诉小美 她的皮肤正在加速老化和死亡 但是下层皮肤却完全健康 可以进行皮肤移植 但是需要先搞清衰老的原因 于是专家从她手上取了一块死皮拿去化验 叫小美耐心等待化验结果 并为她开了止痛药缓解疼痛 回到家 小美发现皮肤老化的速度超乎了自己的预期 她的身上也开始褪皮 看来是等不到化验结果出来 自己就已经全身老化了 于是她来到另一家医院求诊 接诊的是一位资历看上去很老的医生 可是当医生掀开她的衣服 看到坏死的皮肤后 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不出两天 小美就会变成木乃伊 当小美绝望地走出门诊 看到工作人员推了一具尸体路过 尸体皮肤光滑 完好无缺 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小美偷偷溜进医院的太平间 找到刚刚的那具尸体 从尸体上取下一块皮肤 贴在了自己腐坏的身体上 可是结果并没有如她所愿 看来死人的皮肤是不能使自己愈合的 只有活人的皮肤才有作用 陷入绝望的小美来到酒吧借酒消愁 看到腹白貌美的服务员 瞬间回忆起曾经的自己 不禁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趁服务员不注意 小美直接将她打晕在地 从她身上取了块皮肤贴在手臂上 小美的皮肤瞬间恢复了健康 正当小美准备治疗身上的腐烂时 服务员渐渐苏醒 害怕事情败露 小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刀将服务员送走 第二天 小美看着镜子中完美的自己 很是满意 露出久违的笑容 可是好景不长 很快 小美的皮肤再次开始腐烂 为了维持自己皮肤的健康 她再次将魔爪伸向了酒吧 手起刀落 为了完美的皮肤 小美又连续杀害了几人 也许是出于良知 看着被自己杀害的人 小美开始深深地悔恨 但是当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欲望终究还是战胜了理智 医院那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专家告诉小美 他们已经找到了治疗她的办法 但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准备 可是小美哪等得急 晚上 她偷偷潜入医院 偷走了自己的病例记录 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其实已经64岁 原来 在不久前 年过花甲的小美自愿 参加了专家的换皮实验 实验很成功 让原本衰老的她重返青春 但是副作用也非常明显 实验导致她失去了记忆 而如今 她的皮肤也正在加速老化 小美不知道如何是好 于是找到贴心的邻居艾力倾诉 艾力还带她去海边散行 耐心地开导 安慰小美 可令小美万万想不到的是 艾力竟然是实验中心的工作人员 小美便是他们最成功的实验品 艾力在她身边就是为了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于是在水里放了迷藥 再次醒来 小美已经被带回了实验室 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专家将对她的身体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段时间 她将经受生不如死的病痛 而艾力和小美相处那么久 早已日久生情 她本以为将小美带回实验室是帮助治疗 可没想到是为了做实验 她不想小美再经受痛苦 于是决定把她救走 没想到专家出现在身后 一针毒药直接扎在艾力脖子上 小美挣扎着爬起来 操起旁边的氧气罐 直接将专家砸翻在地 接着一脚踩在她的脖子上 狠狠地使劲 直到专家窒息而亡 看着刚死的专家 小美萌生了和她换皮的想法 但是艾力不想看到她一错再错 急忙阻止 二人搀扶着走出实验室 可是没走多远 艾力药效发作 瘫坐在地上 小美只能返回寻找解药 当看到两个皮肤光滑的医护人员时 她还是没有忍住冲动 只听到两声枪响 小美带着解药走了出来 而她此时的皮肤也恢复如初 艾力看到眼前这个皮肤光滑的小美 她知道小美已经无药可救了 虽然有万般不舍 但她害怕小美日后会杀害更多无辜的人 最终还是理性战胜了感情 艾力用枪抵住小美的下巴 随着一声震天响的枪声 艾力亲手终结了小美 这就是电影换皮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